1995年,她一入警队就到了戒毒所 本来对于宋丽娜来讲 强制戒毒所和里边的戒毒学员都有一种神秘的色彩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上班的第一天 宋丽娜就遇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当时一个正在戒毒期间的女孩子 忍受不了这种毒品带来的痛苦的折磨 竟然用玻璃片割腕自杀 这件事情给宋丽娜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 她非常想知道这些学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为什么戒断毒品这么难 2012年11月 戒毒学员陈庆宇第三次强制戒毒期码 她向索丽提出 自己出去以后肯定复兴 想继续留在戒毒所 陈庆宇成为开院士第一个自愿提出 留在戒毒所 继续进行康复治疗的吸毒学员 然而 她的请求 却让戒毒所为难 那依法戒毒 依法收件 她已经戒毒期满了 没有理由再让她再强制戒毒所里 到底是算什么样 但是就又没有一个法律的依据 考虑到陈庆宇的实际情况 戒毒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同意让她留下 进行戒毒康复 挤出了一间小屋给她居住 满足了承庆宇的愿望 三个月过去了 在戒毒所里的承庆宇 身体出现恢复 然而 她也看到 自己继续留下 将给戒毒所带来很多困难 为了不再给民警添麻烦 她主动提出理所 可等待她的 却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她继续复息 最后呢 报死在街头 她的尸体被人发现的时候 手上还扎着一个针管 实际上是因注射过度而死亡 大家也很自责 觉得如果当时能够挽留她 起码她的生命能够延续 不至于这么快 就走上了死亡之路 对于吸毒人员 全员收戒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年之后 开远市的社会治安状况呢 也是大为好转 偷盗两抢案件 发案率急速的下降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公安局长赵云峰 对戒毒所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有效地改善了戒毒所的硬件设施 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许多戒毒所